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不多到上一段时间都要回来 就是黑洞 黑洞有什么可以说呢? 应该这么说 对于一些比较细緻的黑洞的过程 譬如他怎样把东西吸进去 另外就是说 有没有人能够做到一些很直观的一些动画 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在黑洞周围会看到什么呢? 很久之前的电影就说 我们可以模仿一下 如果我们很近黑洞的时候 看到的影像会是怎样的呢? 可能你就会问 如果你是跌到黑洞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呢? 影像又会是怎样的呢? 当然我们没有能力真的放一个摄影机去看 因为就算你放到摄影机进去 摄影机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而且就算你过了某一个位置 你那个摄影机射出来的讯号 都不会可以出得回来的了 所以你能够去 如果想象就是 如果我连黑洞最后的那条叫做事件事件事件 都过了 进去的时候 会看到什么呢? 外面就看不到里面了 但是外面还有光开进来 所以如果有人在里面的时候 他看去外面一样会看到东西的 但是看到那些是什么呢? 其实台长 你刚刚在画面上播了一条动画片的 那这条片其实应该是由那个太空总署 有人去弄出来的 就是他概念上去显示着 也都是符合那个数学的运算的 就是你一路去向这个黑洞去跌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影像会是怎样的 那台长你觉得怎样呢? 就是很假的了 一定是觉得 很科幻啊 这些人都说很科幻啊 是啊 你会看到就是你过了那条界的时候 那些东西是怎样扭曲的呢? 就是你外面的时候那个形状我们就知道 由那个万有引力来去决定了 但是你当入了那个叫做黑洞 那个叫做永不回头那个位 那个事件事件之后呢 你会周围的光点扭曲呢? 其实就是由这个视频 你就可以看到出来的 其实大约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这条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说就是说 它会显示就是假设你跌进去的轨迹是怎样的 那你跌进去的轨迹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了 哦 它就不是说你一条直线直插下去的 你就在外围那里一路靠近 然后就一路旋转一条曲线地旋转下去的 那这个其实就更加符合 实际跌进去黑洞时候的情况 那你就会看到那些光是怎样扭曲啊 你去到某位的时候 你就好像在那里去到兜着黑洞在那里转着的那样 那现在呢 就是为什么又要煞油介事拿回这件事情出来说呢? 那原来这个星期呢 都有另外一个实验小组的 应该是理论研究的人员 那他们就发表了一个结果 就是说呢 他们去尝试验证一下 究竟一件事真是跌到黑洞边边的时候呢? 它是好像 你是慢慢地一路跌下去呢? 还是去到那个原来就突然一下就 这样就下去呢? 那现在我们是有个比较可靠一点的答案 好了 但是要解释清楚呢? 应该不是安斯坦就直接讲到这件事 而是根据他那个卖油引力的定律 去推算到这件事 就不是他当然会讲这件事 但是他最大的疑问就是 现在是不是真的在那个观察上 可以大家看到类似的情况呢? 那当然了 我们看不到那个黑洞里面的 现在我们最想知道就是说 究竟你这个人进去了之后 你是会看到些什么? 但是当然进去了之后 你就没有信号出来的了 所以最尽的时候就是在边皮位那里 你只能够问在边皮位那里 它是怎么跌下去的呢? 可以这样打个比喻 如果我们走到一个的沿崖边 我们知道去到沿崖边的位置 突然间你走着就跌了下去了 整个就很突发地 整个运动方向改变就跌了下去了 但是有人就会说 不是哦 你会不会好像我们看到 好像冲厕所水那样 其实就算你过了那条 Event Horizon那条事件事件事件之后呢 它只不过就是继续它那个 就是旋渦形状继续下去了 那最后就是 我会假设就是过了那条界之后 它就是一条平滑曲线 继续这样去转下去了 那我们有没有方法验证哪个才是对的呢? 但是现在发觉原来是这样的 根据我们那个天文上的观察 以及现在理论计算呢 那个情形就似乎是 当你在外围上一路靠近 你在这个事件事件那里 兜圈的时候呢 然后就突然之间呢 一滑就滑了下去了 我想这个情形有少少像 就是可以怎么想呢 譬如你说如果好像一个 真是好像一个 一个很深的地洞那样 你在外围的时候 没什么 但是去到那边的时候 你就围着那边地走 但是到了它要吸你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好像一个吸层机那样 一吸就吸了下去了 现在的情况就似是这样的 它这个结果就是用一个 电脑模拟的结果 然后再结合一些观察的数据 来得出的一个结论 但是为什么这个位置叫做 plunching region呢? 就是说它由一路下跌下去 这个不是叫做 现在这个讲话就叫做plunching region? 是的 就是突然之间 一跌就跌下去了 其实应该有一个过程就是 你最后的时候就在一个懸崖边那里走 但是到了要跌下去的时候呢 你就不是很优雅地慢慢下跌下去的 就是一下就跌下去了 就是现在那个现象应该是这样的 那怎样去跟那个现实的观察 来去证实这件事情呢? 原来就是要看回我们对于那些黑洞的观察的 尤其是对于他们在Event Horizon 那个事件事件附近 对于那个X光信号的观察 如果呢 你不是那个突然这样去 就是跌下去 而是纯粹就是一个螺旋形那样滑下去的话呢 它出来的 就是在最后那一刻那个X光信号呢 应该是会有分别的 现在似乎就是说呢 是其实走一下 突然之间好像一跌 就一下就跌下去了呢 那才是更加符合那个X光 就是那个外面 夺到那个X光的那个标准 那出现的变化是很急剧的 所以比出来的就是最后一下那个X光的强度 就会比预期强了 这样就会了 在这里呢 可以回应我们刚才这一节开始看那个视频 我们看那个视频就好像 很顺滑地就是由外面跨过了那条界 然后就进去了那个黑洞那里 但是原来呢 根据现在这个最新的计算就是说呢 你在外面的时候 你都还可以叫 假设就是好像慢慢地飘下去 然后有一刻呢 你就会是叫做 在那个事件事件的外围那里呢 就稍微转了一个圈 不一定是一个啦 稍微转一下一圈 然后就突然出现一刻呢 就一下就下去了 所以呢 如果按回实际的图像 来去展示这个视频呢 就是可能我会觉得 这里需要有一个叫做 更加实际地反映去更正视频的地方就是呢 是它一路靠近的时候 一过了那条界 突然之间就好像 就好像个人关机了 什么都再看不了了 因为由这个事件事件 再跌下去中间呢 就是那个需要的时间是极短的 不成比例地短呢 就一下就会跌下去了 那就是可以说在这个 就是这个这样的研究里面就叫做 我们不是说发现了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凭我们现在现有的观察数据 去和我们的理论去运算 来去给出一个合理的推测出来 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个黑洞的研究呢 它不是说好像以往我们看到 就纯粹好像一个理论上的运算 那么简单的 它和一些实际的观察数据是有 就是有互相去校对的 所以就会说这个黑洞的研究 就算是一种精密的科学来的 因为你去测量那个X光的光谱 也都需要一个很精确的数据掌握 所以我会说呢 就是可以凭这个研究这个例子去说明 黑洞的研究你不可以说它纯粹是 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读 Steven Hawking讲的那些理论 那就是纯粹理论的层面 当然有一些概念可能还是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你找不到一个实际的实验去观察它 但是有一些的现象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实验的数据来去验证 它那个理论的推算对还是不对 但是这里它有实证的 因为它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是观察一个在一万光年以外 地球以外的黑洞去看到这个东西 为什么它们现在会看得到呢? 这么说吧 看你用什么来看 我们以往就是说 我们去看那些银河系中心超巨大黑洞 你很辛苦才看到中间那个洞洞的位置 就是真的看到它整个形状 看到它中间有个洞 但是如果你用X光纯粹就是看它那个 叫很接近那个事件事件的那部分呢 其实一直我们都有那些X光望远镜可以做这件事的 就是你看到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用一个什么的光谱 看到它多接近中心的那部分 看得多清楚 如果你但求是看一个外形的一个影像呢 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追求就是说 我不是需要看到它中间的洞黑了那部分 我只是想看到它很接近那个边缘 最活躍的部分 放出来的那些X光可以有多活躍 那这个其实相对反而是可以用我们现有科技 是比较容易掌握到的 好了 那我们如果回忆一下 我们第一次看到黑洞的影像是2019年 今年只不过是2024年 就是5年之间 其实我们对黑洞的认识 是不是说真的非常非常之丰富呢 我这里很笼统地说 你的望远镜越厉害呢 能够做到效果就越好的 但是对于黑洞来说呢 我们不是很贪图就是说 拿个James Webb啊 拿个Harbert去拍他的 Harbert和James Webb不要忘记 他看的光谱呢 是看一些比较能量低一点的光谱的 就是Harbert就可见光 OK James Webb他就用到一些红外线的光谱 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们看黑洞呢 其中一个想研究它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是看它X光那边的光谱 就是你抓住它最强劲的光来看 就会看到更加多的资讯在那里 因为黑洞的中心和边缘 是有一些很激烈的很热的一堆东西在那里围住的 所以我就会说 你要看到你是在说用什麽的仪器 用什麽的光 用什麽的filter去看到它 就是你要说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就是爱因斯坦 就是他都 哇 整百多年了 现在他在这里说 就是对于爱因斯坦所做过的预测 基本上很难去否证 他是否现在大家在想 就是基本上他都不会错呢 应该这么说 很大部分 就是在我们要看的范围 那些应该说 范围是什麽呢 就是由低能量到高能量 由近尺度到远尺度 暂时我们接触到 我们都否证不了这个广义相对论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 在我们只是解释整个宇宙那里 我们很希望 我们能够找到一些 广义相对论需要修正的地方 有人就会说 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尺度 很长的时间 它是会有些偏差的呢 这里是讲一个宇宙尺度 宇宙时间来说 但是暂时来说 你没有去证实得到 所以我只能够说 就是说 现在如果你纯粹看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 它历时 它覆盖的尺度 都不是很大的了 都只不过就是一个 可能给到准一个银行 不大不小而已 这样 它还是很准的 然后就是它覆盖的时间 都未算是太长 就是跟宇宙的年龄都还未可比 那似乎就 我们尤其是如果解释黑洞的东西 你都是要用现有版本的 广义相对论来解释 这个成绩相当之高 因为为什么呢 搞这么久 都未找到它 有被否证的地方 这个是它科学家伟大的地方 好了 这些集结束我们下一次就回来 第一次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嗯? 那话说呢 在几个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就站起来出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的了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 就说 其实这个女人 就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 这个是Shift Shifter 的东西 那几图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ift 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 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几图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做节目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在追求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你追求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几图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呢 就有人扮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按一下 那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东西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我和企图 这里进入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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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